18岁女生被网约车司机性侵 不仅没人帮她 还因凌晨醉酒出门被网报 被性侵究竟是水的错 不完美受害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小黎的个人信息 为何被司机母亲得知 5万块就能买一个女生的清白吗 我是绑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18岁女生凌晨被性侵一案 近日在宁夏银川 一名刚满18岁的女生 拿着自己的裙子找到警察 竟要他们检查裙子上的痕迹 据小黎所说 在几天前 她和朋友一起出门玩 因喝醉无法回家 于是朋友帮她叫来一辆网约车 却没想到 这将会害了小黎一生 朋友送小黎坐上车后便离开 当时小黎意识不清晰 只记得倒在后座 可司机起了歹心 竟相对18岁的小黎意图不轨 起初司机到后排座位 对小黎实施猥亵行为 但当时的小黎已经失去反抗能力 司机见此情况 便把小黎拉到前排上下起手 与小黎发生实质性行为 当小黎清醒后 询问司机情况 司机还在为自己遮掩 表达对小黎的喜欢 但她的喜欢是基于侵犯小黎的事实上 都隐瞒不了她是一个强奸犯的事实 小黎后知后觉 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 她立刻带着有司机痕迹的裙子 找到警察报案 以常理来说 本应该三天就做出的鉴定结果 被延长到无限期 本应该有30天调查取证的事件 被缩短为7天 而小黎手持证据 却得到不予批捕的通告 反倒是应该被保护起来的受害人 竟然被施暴者的母亲找上门 试图用5万块 让小黎取消控告 被此小黎坚决不同意 她敢于站出来 已经花费足够的勇气 可是报方仪在打压小黎 让她准备的证据显得毫无作用 从小黎的律师角度来看 一名开着30多万的车 却还在凌晨跑网约车的男性 本来就存在疑点 更何况当事件发生后 网约车司机竟然表示小黎喜欢自己 两人之间有感情才会在车中情不自禁 但小黎当时一时并不清醒 即使清醒 也很难在几十分钟内挨上一名网约车司机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并且小黎已经年满18岁 她有喝酒自由 也有凌晨回家的自由 不能因为她是个女性 就受到侵犯 所有人都应该对这种行为说不 当看到小黎案件的时候 人们最先注意到的 是女学生 是18岁 是凌晨 是醉酒 却没想过 这些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这位司机 她可以安全回家 不能因为她出门的时间 出门时穿的衣服 以及当时状态 就认为小黎应当被侵犯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是女性被侵犯的理由 就像在不完美受害人中 赵荀在短短几个月内 收下成功价值百万的礼物 在资金上受到优待 但只要成功违背妇女意愿 强制发生性行为 依旧可以认为成功强奸了赵荀 在小黎身上也是同理 或许她看起来不够完美 但犯罪就是犯罪 对于小黎一爱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闲预报